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房大叔 我今天要用30秒的时间 教大家一招 如何快速的计算你的贷款额度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你的月薪是5万 那你的贷款连线20年 那可以买多少钱以内的成交的物件 你答案是5乘以140除以0.7 也就是1000万 那如果你的贷款连线 选择是30年 则是5乘以200除以0.7 那等于是1400万 我这里假设的是 我们的自备款都有准备到3乘 那如果你的条件好一点 当然你的自备款可以准备少一点 但是房大叔在这里建议大家 因为我们买房子 还有许许多多 可能额外会产生的一个费用 所以我们贷款大概都是贷款7到8乘之间 会比较保险 那也希望这一招 可以让大家在看物的时候 选择更到更明确的一个标的 那我这里有准备一个 财务的健康检查表 那如果有需求的话 可以实信我 如果你有些房地产买卖的问题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我这里会亲自的做回复的 谢谢你们 也希望大家都能 很顺心的找到您要的房子 谢谢你们 谢谢